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选前曾承诺会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逐起一道高墙,此政策持续推动当中,美国政府日前对8款高墙样品进行测试,甚至派出了特种部队来检验这些高墙是否容易被攀越、破坏。 虽然更高的墙能增加安全性,但也伴随着成本提升,对环境造成影响等问题。 美联社报道,特种部队以及美国海关及边防部门的茶器小组,花费三周的时间,使用钻、聚焊、活巴等其他破坏、攀增工具来对8个高墙模型进行测试,每个高墙模型高度为18至30英尺,越雾,48至9,14公尺。 一名官员说,这些训练有素的测试人员不需要帮助,就能翻过16至20英尺,约4,87至6,09公尺。 高度的墙,但更高的高度就需要帮助,目前30英尺,约9,14公尺的高度最难,但测试人员也说,要从30英尺的高度落地,有些安全上的问题。 这份关于测试的报告指出每个模型设计上的优缺点,但并没有选出整体的优胜模型或是进行排名,但仅易取决于定型来变换设置。 目前规划的竹墙方式是像乐高积木一样,采用模组化生产,在一片一片连接。 报告称,镂空的钢制门栅搭配混凝土基底整体来说是比较好的设计,这样美方的执法人员能从栅栏看到另一边发生了。 什么事也容易修补,若采用光滑表面的混凝土墙则是不易攀登。 海关与边境保护发言人迪雅兹·卡洛斯迪斯表示,高墙仍在测试阶段仍在评估结果当中,墙的最低高度为18英尺越雾,4公尺将会因应地形在略做调整。 不过生物多样性中心人员赛奇Bryansky表示,15英尺约4,57公尺的高墙就会干扰到低空飞行鸟类以及昆虫的移动。 墙掉越高大,越不容易通过的墙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就越严重。 德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库拉尔·Henry Kuller批评,一堵30英尺的高墙将会巨大的增。 加成本还无法解决入境和过期签证问题。 目前人不知道这堵高墙会有多长、多高以及怎么设计。 墨西哥政府曾表示,拒绝为这堵高墙付钱。